花莲鲤鱼团还谈亲子健走悠游行 今天吸引了超过千人来参与 而众人在国家及美景中享受美好的秋季假期 这项健走活动由花莲县政府 花莲县议会花东纵管处指导 而花莲县体育会主办 参与健走的民众为健康动起来 一起携手打造花莲爱运动风气 28号一早7点不到旅团 涌入不少人潮 其中不少是全家一起搭手牵小手 走出户外透露大智能的怀抱 进走之前邀请CK运动工作室教练 做个有氧健康操 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翁书明 提前代理课长吕静杰 也与大家一起来暖身 翁书明表示 今天的天气微风徐徐 非常适合过来活动 尤其走到旅团谈判 可以吸收分多金 还有每个风景进入原地 今天很开心哦 今天天气非常的棒 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大家一起来参加 鲤鱼潭的一个健走活动 那希望呢 大家呢 今天早上 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健走的一个旅程 那除了健走吸收分多金之外 那也可以看看鲤鱼潭的一个 漂亮的一个风景 那在这边呢 要祝今天的一个活动 都能够顺利圆满 那我们所有旅会的贵宾 都能够身体健康 顺心如意 明项医生翁淑敏德 和大家迈开大步 由旅团风景区游客中心出发 续着环潭道路前 观音亭后折返 全场六公里路程 参与建筑的民众 沐浴在绿域黯然的清水环境中 深刻感受到回覽之美 记得继续搜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